猪肉是台湾民众的肉食主要来源 但是添加瘦肉筋的美猪 一直让国人有着强烈疑虑 但是问题是台湾的猪肉就一定OK吗 很多人发现市场的猪肉非常漂亮 肥的部分很薄 跟以前我们小时候妈妈买回来的五花肉差很多 品质这么好的猪肉是如何养出来的 有人怀疑其中难道添加了不该加的东西吗 电话报告团队特别随机抽印了市场的猪肉 结果如何 我们来看赖利英还有林书贤的调查报告 煎猪肉卷或是精湛猪排 国人爱吃猪肉 一人一年可以吃掉将近40公斤 但你发现了吗 现在猪肉的脂肪层怎么这么薄 这是八年前阿基斯市场拿出来的猪肉 明显看得出有白色脂肪 我们先获肉贩投诉进来的五花肉 只有一元硬币一半后大约0.3公分 在汉知名量饭店卖的包装冷冻肉一笔 明显薄了许多 投诉人严重怀疑不肖肉贩添加了不该加的瘦肉精 瘦肉精又称为乙型瘦体素 肿内多是肾上腺素类神经兴奋剂 在动物体内能提高瘦肉率 降低脂肪成绩 容易积聚在猪的内脏器官 人使用严重的话会引发中毒 尽管WHO有建议每日摄取容许量 但是台湾和欧盟一样 公告禁止不得检出 却在2012年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 在10PPB以下的美牛 一位曾经侦办过实案案件的前检察官 更担心有猪农偷偷加 他翻出8年前侦办过的瘦肉精案 不用等政府开放美柱进口 难道国内有人已经偷偷使用瘦肉精吗 不要除掉我们的权益 明天呢 今天卖猪拳 明天卖猪拳啊 只剩无人 完全没有人再买我们的猪肉 你叫我们何叙何从 危害的是我们的健康 在农委会网站说 瘦肉精莱克多巴胺代谢速度快 85%可以在一天之内经由尿液排出 具有降低生产成本 减轻环境污染的好处 成为动物 饲料 添加物 卫福部食药署网站写 莱克多巴胺在国外上市使用十多年来 在何准使用的国家尚未有人产生不良反应 似乎都淡化对人体的危害 我想在蔡政府还没有执政的时候 应该是持反对的态度 那现在新的政府上去 然后态度又改变了 我想早期他们不是这么说 在没有任何新的一个证据之前 农委会跟卫福部都不会有任何开放的一个措施 有时间表吗 没有时间表 当食安变成政治选项 国人的健康安全不该是筹码 调查团队实际抽样四处传统市场 把关我们吃的猪肉到底有没有危险 这个都是瘦的 它都是肥的 这都不会肥 它这个都是瘦肉 这怎么卖 130 买了一小块五花肉 再到下一摊 这个油花几个门中间 在一丁90而已 再转到台北环南市场 五花肉 脂肪看起来也很薄 我们随机到三处的肉品摊上去购买了猪肉 送到SGS来检验看是不是还有瘦肉精 连同投诉方进来的云林市场买的猪肉一起送验 拿出一块钱硬币来比脂肪层真的很薄 位于五股SGS能够减出21种瘦肉精 一周之后报告出炉 这四处的传统市场猪肉 21种瘦肉精都是0.001ppm 等同未减出 如果说以一个水池长100公尺 宽100公尺 高1公尺 我丢一颗的糖进去 我们这个机器 叫做异象沉吸串点支付仪 都可以把那颗糖给抓出来 他们检验最主要就是利用 曾经被用过 最有可能用的 他们去检这些 SGS检验的21种 没有验到没有检出 就是代表没有用这21种 科学检测室 未检出瘦肉精 真是好消息 可以安心使用了 但如果是政府标准体建立不足 而无法检出 可能又是另一个食安大漏洞